肌肉组织是动物的四种基本组织之一 存在于所有真后生动物体内 它的功能就是发起收缩 使动物运动起来 动物所以叫动物 就是这个原因 然而在所有展现出力量的自然事物中 肌肉似乎是最难让人感到敬畏的那一种 甚至没有哪个文化崇拜过肌肉身 然而当自然哲学崛起 使这些自然现象迅速拥有了物理解释 不再需要超自然的力量背后作祟 肌肉那种力量的神秘之处才终于彻底地展现出来 肌肉为什么会运动 长期以来我们都将肌肉运动归结为生命力的体现 其认为生命是一种超自然的存在 它能让有机体产生不服从物理规律的运动 17世纪的迪卡尔是这种观点的极大成者 他认为精神欲聚在大脑某处 然后将看不见摸不着也没有任何质量的真气 通过经脉运送到身体各处 将肌肉吹胀 而肌肉内有许许多多的阀门 由此像精密的气动机器一样运作起来 但就在迪卡尔死后大约10年 1660年 荷兰生物学家杨诗旺买单 发现饱满的肌肉要比松弛的肌肉体积更小 真气吹胀的观点立刻不攻自破了 又过了10年 列文虎克设计了更加精密的玻璃纤维镜 在骨骼机中发现了成千上万的妥球型颗粒 于是英国化学家约翰·梅欧异想天开的推测 那些颗粒都是神经凝聚的消失炸药 能与血液中的流混合爆炸 给肌肉带来爆发的能量 结果列文虎克不久之后 就用更大倍数的显微镜看到了 那原来不是颗粒 而是极细地带有横纹的纤维 肌肉运动是这些横纹改变兼具的结果 爆炸理论当然立刻破灭了 然而在揭示肌肉力量来源的科学史上 最重要的实验莫过于18世纪的80年代 意大利医生路易吉·加法尼 惦记了蛙腿的肌肉 竟然令已经去世的青蛙活了式地抽动起来 不久之后 加法尼的侄子乔万尼·阿蒂尼 就走上了巡回表演的道路 他在西方列国的显规面前 惦记刚刚出死的动物乃至犯人 向人展示转瞬即逝的复生现象 这给童年的玛丽雪莱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并因此在1882年 一个阴冷潮汁的冬季里 以他为原型创作了科学怪人 疯狂科学家弗兰肯斯坦 就是用闪电复活的尸体拼成的怪物 加法尼一度和福特展开论战 焦点是生物是真的由内在的电流驱动 亦或仅仅是像金属一样具有导电的属性 最终是德国的汉姆霍兹确定了前者的正确 并发现了动物体内的电流 是一种细胞抹上的离子运动 但要明白肌肉运动最详细的微观机制 还要再等100年 人类拥有了成熟的分子生物学之后才行 我们现在知道 骨骼既由基纤维捆成 基纤维又由骨骼基细胞捆成 这是一种含有多个细胞核的极端细长的细胞 神经元的轴突末梢直接附着在骨骼基细胞上 以以鲜胆碱为地质传递神经冲动 在亚细胞层面的解剖中 我们将会看到骨骼基内有许多基元纤维 可以进一步分成许多基小结 每个基小结都是粗基丝和细基丝重叠排列的结果 列文虎课观察到的横文就是它们 更具体的 粗基丝主要由基球蛋白构成 对聚于M线 细基丝主要由基动蛋白构成 对聚于Z线 两种基丝互相滑动就是肌肉运动的原因 继续放大到分子层面 我们发现这种滑动是基球蛋白拖动基动蛋白的结果 基球蛋白的头部可以锚定在基动蛋白的许多结合位点上 消耗ATP反复趋身 因此不断切换位点 但这种切换的前提是基动蛋白能够接触足够的钙离子 基动蛋白只有结合了足够的钙离子 才能将结合位点暴露出来 供基球蛋白结合 这些钙离子就储存在骨骼及细胞内巨大的滑面内脂肪中 神经冲动的功能就是促使滑面内脂肪释放钙离子 而细胞内巨量的限定体还会源源不断地制造ATP 将钙离子回收到内脂肪中 在冲动结束后重新松弛肌肉 而这就是你体内此刻正在发生的事情 我是刘大可 欢迎转发支持我们 想要看到更多内容 请在微博、微信、哔哩哔哩、知乎、极客、YouTube搜索混乱博物馆 欢迎留言 我会尽可能回复 感谢收看 下期节目再见